我们继续来关心到苗栗的电子场感染链 总确诊数已经来到了141例 其中晶圆电子的快筛 5号下午已经完成 检验了2496人 有44人呈现了快筛阳性 另外超风电子的快筛持续进行当中 昨天已经筛减了1006人 有14人呈现了阳性 快筛阳性都随即被隔离 而由于这几天 梅雨封面过境 持续下雨 原本国君化学兵要前往支援清销 英语延期 最快要等到礼拜二才会前往消毒 门离上午下期大雨 电子场员工穿着雨衣 冒雨 前往快筛 超风电子一共4000名员工得进行筛检 为了赶在8号完成 筛检站再增4条动线支援快筛检测 超风电子5号总计快筛106人 14人呈现阳性 而爱晶圆电子前往坐镇的医疗应变 副组长王毕胜 完间再次在脸书发文 晶圆电子员工快筛已经全部完成 目前初步的感染状况已经厘清 但快筛结果阳性人数一样不少 5号塞检2496人 就有40人呈现阳性 阳性率高达1.45% 至于另一家染疫的智邦科技 则是由新竹总公司统筹快筛 他们都是高风险的 那我们这些居民下的 我们都不敢出门了 晶圆电子已经三天内完成筛检 后续看情况恢复上工 超风电子力拼四天内完成快筛 原本国军化学兵要前往清潮 但因为持续性大雨延期 最快能等到下周二才能前往清潮 解张欣杰苗栗冲倒